來介紹一下這個OneNote的這個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當然這裡有個前提就是您必須要使用標準的帳號才行 我們剛剛的訪客不能用 訪客帳號是沒有辦法就是安裝這個 那那個工具呢如果你現在沒看到怎麼辦 沒關係請你捲到網頁的最下面 我知道各位很會滾 很會用滑鼠滾 但是這個頁面有點遠對不對 所以有個快速鍵 我們之後加什麼 And 鍵盤上的And 直接跳到最下面就好了 這樣會了嗎 不要再滾了 Ctrl加And 回到最上面呢 有And就有Home 就回家Ctrl加Home 有沒有回到最上面 這樣快一點點 好 你們看到下面之後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幾個擴充工具 就看你的瀏覽器是用哪一個 AE的不要理他 也沒有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是Google Chrome 你把它點一下 那你點了之後呢 請你選擇按加到Chrome 它會下載一個過動工具 然後把它安裝起來 按新增 好這個時候呢 裝完了你會發現 待會在右上角這裡會多一個圖示跑出來 有沒有多一個跑出來了 我們右上角這邊 就會多跑一個出來 就這樣子 待會就可以用 那麼有這個工具呢 會差在哪裡 我先示範一下給你看 好不好 我們先看看齁 比如說如果你在看這個教材的時候 我先重新整理一下齁 好你在看這個教材的時候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 你可以做所謂的文字式的筆記 沒錯嘛 但是呢 現在有這個工具之後 你可以做手寫的筆記 按一下 它會把這個畫面拍下 有沒有拍下來了 就自己來 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樣就可以畫畫了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打字 也可以做註解啊 我哪個地方不了解啊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還可以怎麼樣 自己看一下 嗯 看看當初怎麼做的 有沒有 那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按什麼 這裡的一個提交 它就會把這個畫面 放在我們右手邊了 可以看一下齁 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下次 我的筆記 就不是只有什麼 很單純的 只有文字式的 當然你可以做一個 可不可以做第二個 第三個 當然可以啊 那預設的話呢 這個是鎖起來的 也就是怎麼樣 你自己看得到 跟管理者看得到而已 好 那如果你想要 抱歉抱歉 預設它現在是打開的 有沒有 藍色打開的 那你如果不想跟別人分享 就把它鎖起來就好了 這樣了解 好 如果不要就丟到垃圾桶 OK 這樣有沒有好用一點 好 那第二個呢 要等待會 它的特異功能 要等待會 怎麼樣 各位有見自己的課程的時候 才會比較有感覺 什麼叫才會比較有感覺 比如說 你到我的部落格 對齁 今天好像都沒有自我介紹齁 你只知道我叫什麼名字 不過剛剛那個金耳有介紹一下 反正你到我的部落格在這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找一下什麼關鍵字 找這個關鍵字 這樣可以嗎 我有買關鍵字 老師要行銷耶 要啊 不然我怎麼會跑來跑去的 這應該的啦 老師要行銷一下嘛 所以你找這個關鍵字 應該就會找到很多相關的 那麼除了您在我的部落格以外 你會發現 好像有我的YouTube有沒有 因為我們家也有開 那個啊 你看這裡有沒有 YouTube教學頻道 所以我們演習的資料的話 我是不客氣 我都放在這裡 我都把它放在這邊 有沒有 我會用清單的方式 所以 跟我們今天 你看到我錄影的方法一樣 比如說我們 這裡好了 有沒有 點進去 那我的錄影方式就會像這樣子 欸 這樣子 有沒有 010203 這樣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 哪一段不會的 回去就看那一段就好了 假設我今天錄影 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 錄一段 回去邊看邊找 你剛好可以洗乾 除非這個老師 你非常的喜愛有沒有 然後呢 還把它畫面 像我們今天一樣 放在上面 不然的話 你怎麼可能邊看邊找 因為有時候 你根本就找不到在哪裡 可是如果我把主題 秀得很清楚 有沒有 你在找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找到 你要有問題的那一段 或你想複習的那一段 就這樣子 所以 這個是我放在上面的 一個方式 當然 我蠻鼓勵各位 如果你覺得喜歡的話 點進來的時候 除了看到這個 應該下面等一下這裡也會出現廣告 有空你可以幫我按一下 我會賺到錢好嗎 哈哈 我已經有頂過100塊每天了 真的 對啊 這廣告我會賺錢啊 OK啦齁 好 老師 你是打叉叉還是要輪進去 如果你要支持我的話 我歡迎你點一下 沒關係 你可以贏到簡直我們打叉叉 打叉叉就沒有啦 哈哈哈哈 我總不好意思叫你 我現在點一下 我不能作弊嘛 對不對 這樣了解齁 這個現在有錄影了 看多久都沒關係是不是 啊當然啊 看多久跟那個沒有關係啦 那個廣告都是要點下去才有 在台灣要靠這個賺錢很難啊 但是還是會賺到一點點啊 哈哈哈哈 其實在台灣的話 原則上你要真的要賺到錢 要找什麼 要找跟國外比較有相關的 像我講這個Place 我有發現就是我的那些影片裡面 Place的點音率是很高的 因為這個簡報的方法 國外在找的時候也蠻多人在用的 他就會比較容易看到你的 好啊如果你講的就是比較local的 大概就是台灣人不太好 在習慣看影片的時候順便點廣告嘛 你回想你自己的經驗 你有沒有在看哪一段影片 然後就把人家廣告點下去的 通常都是不小心的 不然就是不得已的 什麼叫不得已 因為廣告的方式有很多種 因為他會直接插入在裡面 因為略過有沒有 幾秒之後才能夠略過 那是不得已的嘛 可是我覺得我的 應該沒有到那麼熱門啦 所以我不想要用那種 哈哈哈哈 OK啦齁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那個部分呢 我要跟你講的是 如果你的 比如說你覺得我的網站不錯的 你可以透過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要等你加進來才有 就是你有自己的課程的時候 我會從這邊收集教材 就直接加到我要的教材裡面去的 這個方法 不過因為現在各位還沒有 所以我想我就先不做 等一下等大家有見自己的那個 教材的時候 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怎麼去做這一塊 好不好 OK齁 所以麻煩各位呢 你可以先照我們剛剛的方式 記得怎麼跳下去 Ctrl加什麼 And 你要很會滾我是不反對啦齁 但是真的可以雙手並用一下 不然你會發現你在用電腦 左手好弦 右手好忙 這樣不能平衡 OK好 Ctrl Home就回到最上面 那你從這邊 加進來就好 來還給你囉